惊讶 因为都28岁了 之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所以突然有这样子的邀约 觉得哇 嗯 第一次嘛 对 就还蛮紧张的 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对 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真的是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第一次到了这个舞台 我会觉得 哇 这个LED 这个灯光 这个所有的美术设计 所有的这些厉害的舞蹈演员 杂技演员 魔术演员 或者是象征小品演员 大家都好棒 大家在这一年聚在这里 然后在这个舞台上 去呈现大家的评审所学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次团聚 对 当家人知道 我要上春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发了一些 他们的一些文字和感触的东西给我 对 我感到开心和欣慰的 就是家人的之间那种 沟通的挺温暖的东西 对 爸爸妈妈谁会更喜欢你 父亲吧 对 这是他饭桌上的弹子 对 我们的作品是一个非常青春活力 然后让人觉得很有 很有朝气的一个这么一个表演 到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希望我自己的粉丝 或者是喜欢我的人 通过这一次的春晚 能够感受到 我们想要传达给大家的 2020的朝气和活力 对 在这里祝大家新春快乐 鼠年吉祥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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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